小燕 今天好漂亮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單人代言人的心情嗎 這 我又簽了第三年的代言 然後我覺得其實很榮幸 因為我一直覺得拍內衣廣告 跟當內衣代言人是一件 蛻變成女人的過程 就是告別小女生 所以我覺得其實蠻好的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會不會害羞啊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自己心態調整好之後 就會覺得這是一件 成長 對 今天很特別還演出了一小段 歌劇魅影的這個橋段 那當初怎麼會有這個靈感 這其實是就是他們的靈感 那我當初接到這個指示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一直覺得 其實我自己會擔心說 因為對嘴這件事情 雖然說我是外文系的啦 其實那個被英文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並不難 但是我會覺得 會不會大家覺得看起來 會有點不是那麼真實 因為我不是真的唱 就是用對嘴的方法 然後還有練舞 所以我這兩個禮拜 就是每天睡覺前 就會一直瘋狂的聽 包括他去健身房的時候 就一直聽一直聽一直聽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對到 對到最好 對 那就是接下來有沒有考慮 就是想演出一些舞台劇的角色 是可以試試看舞台劇 對啊 就覺得應該會很有趣 就可以直接接收到觀眾現場的反應 這樣子 近期那個粉專好像突破八十萬人 那有偷了那張照片 網友好像討論得非常高 對 那是我上個月跟家人一起去越南玩的時候 我們住在一個很漂亮的Villa裡面 因為它的浴缸設計非常特別 所以其實我洗澡洗澡一半的時候 我就忽然靈感 靈感一來 我就呼喚我的表妹 我就說 你進來一下幫我拍這張照片 因為我覺得 應該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他就幫我拍 其實幫我拍非常多張 那張是我最後選出來的 那其實還有更厲害的照片 可是我說了 如果等到八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的時候 我就會放出這張照片 還有另外的 那之後有沒有想 有推出寫真集的可能 有 現在就是 有在洽談當中 但是因為我自己會希望 拍到最好 所以 很多事情要好好的籌劃 我不想要隨便的就出 那小韓 其實可不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你是怎麼樣保持完美的胸型 好像自己會有按摩 也會找人家按摩 對啊 就超多人問我這件事情 就是我之前有去 其實 不管去任何地方按摩 因為很多都會有油壓的按摩 那其實你只要找女的師傅 然後 其實就是胸部周圍 就是很多的穴道 其實你自己在家試的 就知道很多地方按 其實超級痛 只是我們自己在按的時候 可能會 比較客氣 因為會痛嘛 可能就會收手 可是你去給人家按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要 為了按摩 就是要忍痛 忍痛之外 其實我大腿也有去 就是 大腿跟胸部都有去 自虐式的 維持他們 那另外在飲食上面 有些什麼要控制嗎 飲食上面如果要瘦身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最大的差別 就是不吃澱粉 對然後還有稍微去一下健身房 因為我其實沒有那麼愛運動 可是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不吃澱粉差很多 那我覺得維持胸部的話 我自己就是 呃 我覺得喝無糖豆漿是 是真的滿好的 還有吃一些 黑豆啊 什麼就是豆類 豆類產品 嗯還有主角 那想要再跟我們透露一下 近期有沒有一些新的作品 可以跟大家見面 喔新的作品 我還不是很確定 新的作品 但可能就是 寫真集 寫真書 對 平常今天有自己的創作 對不對 喔對 呃 因為我希望自己可以做一個 呃 呃 內外 都有 兼具的人 所以我最近在做一些 因為其實本來就很喜歡畫畫 那我最近有在畫一些插圖 跟一 跟可能會跟一些T-shirt的牌子合作 就會推出一些很可 可愛的衣服 對對對 你剛剛說你是要挑戰舞台 那你視頻 你是你的歌在哪裡 如果是舞台就認識你的話 我覺得呢 可以先從 正常的演戲開始 到慢慢慢慢 我們在升級 變成 歌唱型的 舞台 是 對啊 那有沒有私信 唱剪唱 其實我超級怕四位有下次 會不會真的叫我唱先唱 我就 我就 就很緊張 對啊 就是如果真的要的話 就是要 要好好去訓練一下 對啊 嗯